你急什么嘛 你下午还有活吗 等着我嘛 反正你们这段已经湿了 活不急 你这段起码中两斤啊 我都杀得更少 更少 旁边这一段 看能不能早到就要拦了活 已经躺了几天了 我得这几天 再躺下去 我就躺不动了 大家好 我是哥老男 扛路战山阿兴 带着阿易要做一天 挣一千的男人 就算下再多日暴雨 也不能停 当听到有人 向阿兴表白时 窄窄还蒙在鼓里 最后阿兴 还会像上次一样 挑战失败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上一次扛路 阿兴还有十位扛路兄弟 全都集体中暑 那么好挣的单子 一小时才挣50块钱 真是太大量了 阿兴表示 上次是真的干不动了 就像被人家吸了洋气一向 这是他要和好兄弟阿易 做一天挣一千的男人 今天的第一单 差不多有300多块砖 100包沙 20包水泥 费用大概是1100块钱 要是不下雨的话 干完这一单 他们会继续找第二单 这次干活 两人分工明确 阿易把砖和水泥包了 阿兴负责扛沙 两人谁先干完 谁下班 他们两人都抢着 要先下班 那就看谁的实力更强了 阿易的实力也不容忽视 他就是那一次 和嘴哥一起扛楼时 扛30块砖起步的男人 两人是干劲十足 胜负欲让他们加快的脚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竟突降大雨 砖水泥还有沙子 被雨淋后都会加重 从而给他们的扛楼增加难度 两人虽然说都是光嘴硬 可是谁都不服谁 要是雨一直下个不停的话 第二单肯定接不到 现在他们每人 每天只能挣五六百块钱 一天一千 那是没有一天能实现 阿易的实力是能扛30块砖起步的男人 对于他现在来说 扛20块砖简直就是沙沙水 因为这些砖已经被雨淋了 增加重量 他只能减少二数 下暴雨你也不停一下 歇一下 你歇 扛完这一单 看能不能找到第二单的活 就算是下暴雨 阿星也没有停一下 他想着赶紧干完这一单 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二单 因为他现在急于向粉丝们证明自己 很多人都说他现在已经不猛了 被破了弓 其实不然 那是他生病了 他现在状态已经回归 满血复活 他还是要做那个一天挣一千的男人 他感觉现在阿易上班就像这摸鱼 阿易直接神助攻 调侃起阿星来 看你直播 看着有人看你表白的 没有啊 每次我表白 他说他喜欢吧 那我们就是表白 这不算表白 这不算了 每次都有表好感 嗯 但还是我们认识没多久 我觉得我们该多模仿模仿 都了解了解对方 当时听到有人对阿星表白时 宅宅第一个站出来评论 此时他还被蒙在鼓里的 到现在为止 他也不知道是直接向阿星表白了 全网都认为 阿星会和宅宅在一起 聚起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们也不知道 很多人都认为阿星会自卑 于这一点 阿星也不否认 主要是他的家底底蕴不够厚 所以在各方面担心比较多 他认为优秀的女孩子 只能靠自己努力 才能去牵入对方的手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他们也懂得自娱自乐 两人还搭起了水仗 不得不说 被与灵过的货物重量增加 阿星终于逮到机会 反过来指着阿姨 是被吸了洋气的男人 泡水沙一包八十斤中 阿星一趟能扛三袋 明显感觉到重量增加 根本就走不快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上了一百多包沙 砖头和水泥已经全部上来 还有四趟 他就能完美收工 全部上来了 最后这两包吸了足够的水费 重量可想而知 凭十笔完美收工 不过身体已经被完全榨盖 这一单的费用是 一千零九十五 两人的战绩是 一人五百四十多 此时的阿星已经满血复活 必须要做一天挣一千的男人 各位大佬 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点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